生蔥 魚麻蝦 需要準備南蝦 砂糖 醬油 魚露和白芝麻 一切備好後就可以開工囉 我們要開始我們正酷酸的料理 沒錯啦 各位狂麻們到了餐廳之後 買了我們的食用南蝦在這邊 又飛桶 火掉掉了有沒有 就是要這樣子新鮮的買回來 這裡能做食材對不對 好 這南蝦買回來 我們在家裡要怎麼來料理 沒錯啦 處理這個南蝦 它要讓它好吃有幾個撇步 那前面我們要改蝦子的動作 也很重要 那為什麼要改蝦子呢 我們都知道蝦腔 小心 看來接得多好 來 蝦腔這個位置很危險 所以在吃的時候 很容易會吃到我們的喉嚨 或是吃到我們的嘴巴 所以我們會先做一個動作 把蝦腔先剪掉 就剪到它眼睛後面的部分 眼睛的後面 沒有錯啦 把蝦腔的部分把它剪掉 然後接下來是嚼 然後再來是剪嚼的部分 這個部分一定要給它弄乾淨 修乾淨 對 免得到吃的時候會造成阻害 就不好了 對 沒錯 眼睛的部分 它這個會油爆 所以我們先把 油水分 對 而且它裡面 類似有一個所謂的真晶體 真晶體它比較會受熱的時候 會補泡 會爆掉 然後因為我們等一下油溫會很高 所以這個是蠻危險的 所以這樣子處理掉之後 待會你要炸的時候會很方便 對 好 那阿龐一邊剪 我們這邊還有第二個小撇步 來 好 接著我們把肚子的部分 稍微用我們的刀子 把它開一下 把它開一下 不要把它開斷 就是讓它有點掀開的感覺 這樣掀開的感覺 那因為這個蝦子 我們等一下在吃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客人 直接把殼都吃下去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們要把蝦腔剪掉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等一下經過我們高溫油炸的時候 這個蝦殼它變成是鬆的 酥脆的 酥脆的 對 但是如果我們是連蝦殼一起吃呢 我想這婆媽們在家裡 所以我們可能就要處理一點 比較仔細 對 要用乾淨一點 這樣子小孩子或是老年人 在家裡比較小孩 比較好入喉 對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所有的前置動作了 好 接下來就可以下油鍋來炸了 阿龐記得要煮這道蝦子 你要對蝦子很淺誠 很淺誠 對 因為等一下會用 非常非常高的油溫下去炸 去炸它 對 你還記得我們剛才把肚子剖開嗎 有 肚子剖開了 如果你炸很久的話 裡面的營養 裡面的甜分是不是會流失掉 快跑掉了 太老了 所以我們會利用高油溫的方式 短時間的一個烹調 這個時候我們準備把它下鍋了 好 讓它幫幫幫的跳 好 這個時候我們把火關掉 好 趕快關小火喔 對 油溫高了之後下鍋馬上關小火 好 阿龐你注意看 你有沒有聽到很大的爆破聲 沒有聽到 沒有... 因為眼睛我們把它剪掉了 我們把腳也剪掉了 這兩個位置最會爆油的 就是那裡 就不會跳 這樣都不會了 對 好 來 阿龐你再注意看一下 我們的蝦子現在的顏色 有沒有看到 它整個殼都是透明的 對 真的 好像薄爐蠶一樣 真的 所以我們利用這種高溫的方式 來把它稍微炸一下 而且它那個肚子火過之後 高溫一炸就要膨起來 它體型 體態看起來更飽滿 對 而且每個很像 你看 膨膨的 感覺都是吃飽了 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飽滿 蓬蓬的 很漂亮喔 很漂亮 那我們稍微讓它浸泡個十幾秒 這十幾秒我們不能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調醬的動作 壽司來了 對 您知道哪些呢 可以大家介紹一下 來 這個是泰國魚露 魚露 來 砂糖 砂糖 對 還有我們的美籍醬油 美籍醬油 還有我們的白芝麻 好 來 我們來給它調配一下 好 來 1比1的比例 1比1的比例喔 沒有錯啦 來 醬油下來 躺個血下來 通通下去了 對 來 再加上1比1的水 水也要 對 1比1的水 這樣就不會那麼重鹹 對 把這個醬汁調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生抽汁 生抽汁 就是生抽蝦的醬汁 對 沒錯 那阿旁明白什麼叫生抽嗎 生抽就是 生抽的意思在廣式料理裡面 生抽它指的是淡色醬油 沒錯啦 老抽叫做深色醬油 深色醬油 對 所以我們利用它的 這個醬油的香味 我們等一下要來把它煸出來 好 這個時候我們浸泡10分鐘 10幾秒之後 我們再把蝦子的火再稍微打開 而且等一下你品嘗的時候 連殼一定要一點殼吃 你要把它炸得酥酥的 對 好 來 我們開始洗鍋了 好 把蝦子炸好之後 接著我們把它蝦子 再放到鍋中來 再放回去喔 對 好 剛才我們調了這個 我們的生抽汁 我們就把它淋上來 來 利用鍋邊很熱的地方 來 這樣有沒有看到 慢慢的旋轉 對 用嗆的方式 對 沒錯 讓它味道嗆出來 沒錯啦 你看慢慢嗆的時候 醬汁慢慢的濃稠了 對不對 被我們的蝦子 吸收進去了 還要翻一下平均的 都有吃到醬汁對不對 對 再稍微給它翻動一下 你看看有沒有 開始我們的蝦子上色了 有沒有上到一種咖啡色的感覺 真的... 好 這個時候我們撒上 撒上我們的芝麻 你看看 這樣加上芝麻的香味 芝麻就裹在我們的蝦子身上 你看看 非常漂亮喔 非常的漂亮 好 這樣就可以起床了 這樣我們可以起床了 來 我們來把它盛盤 你看看 再搭配一點生菜來吃 你看看 這一道完全不油膩 而且你注意看我們的草條 不會脫泥帶水 真的喔 沒有任何湯汁 完全被它吸收了 好 這是我們這一道的 生抽芝麻蝦完成了 好 好好吃的生抽芝麻蝦 把它轉出來 好 晶瑩踢透的酥脆大蝦 有著清淡的自製生抽醬 既不會遮蓋蝦子自然香甜味 反而加分不少 難怪是品酒人士最愛的下酒菜 第二道菜需要的食材 有燒肉 豆腐 蒜子 韭菜 蒜蓉 蝦膏 薑蔥 炒菇 電視機前的婆媽們 可要學習怎麼做喔 大馬戰把它是一個 很懷舊的港式料理 通常現在在我們的一個口味上 基本上很少人去品嘗到這一道了 因為它利用蝦醬來做 這一道料理的最重要的靈魂 用蝦醬 但是大家都知道 像這個燒肉 對 非常有名 所以是香港的美食代表經營 對 而且燒肉 它在製作過程中 記得注意看來 這個燒肉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它美食 脆皮 都是脆皮的 脆皮 這個燒肉吃起來才會鬆化 而且這個油脂 它在燒的過程中 它已經排掉一半了 排掉了 對 所以油脂就不會那麼多了 而且它是一層一層的 非常漂亮啦 對 好吃啦 真的 好 現在我們燒肉要下鍋啦 下鍋啦 中油溫就可以啦 對 好 來 利用這個油耗來 把它稍微泡一下 好 吃啦 嗶嗶嗶 對 它在炸的過程中 它會把它的油脂 再逼放粗一點出來 那這個撥 為什麼要撥它呢 讓它全部的一個位置 都可以跟油來做接觸 它不會黏著 好 我們可以煮過了 很快的啦 這個波動就是讓這個燒肉 燒肉機前有空隙 沒有被油炸 對 而且燒肉的部分 它這裡會有皺皺的 吸附湯汁會更厲害 好 緊接著是要爆香 來 炒菇 炒菇 什麼菇 炒菇 就一般的洋香菇啦 對 好 來 來 我們的蔥 蔥來一點點 好 薑 爆香啦 好 還有我們的蒜泥 蒜泥一定要的啦 對 這個爆香下去的味道就出來了 對 先把它炒香一下 接著重點來了 這個 等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 來 蝦膏 蝦膏這個在外面買得到嗎 買得到... 可是很少人買 因為這個要老饕才吃到 來 你聞聞看香不香 嚇一跳 它很像泰國的蝦醬的味道 對 沒錯 很濃郁啦 好 那像這個蝦醬 我們是在從內地來進口的 這個蝦醬它在... 大型超級也在裡面 對 那所以為什麼叫大馬站呢 因為它這個大馬站這個位置 它生產的蝦膏是最有名的 大馬站是一個地名啦 對 沒錯 它生產的蝦膏很有名啦 對 所以就用你一起來 命名這道菜的名字 也是一種代表啦 是的 好 先把它炒醬之後 我們開始要加入我們的水 一點點水啦 對 這樣子在一盒 它還有空間可以收集啦 對 來 這個時候我們把這些醬汁 都調配好 開始我們加入我們的豆腐 這個就是一般外面的嫩豆腐 對 嫩豆腐 我們把它炸過之後把它加下來 但是這個嫩豆腐已經炸過了 可是有一些外面菜市場 也有已經處理好的了 是的 好 來 再慢慢拿來燒 接著我們要把火籃也放下來了 這個當該燒過了 來 這個燒籃 對 剛才炸過的燒籃 現在要來下鍋啦 淺淺的下面雞豆腐 對 雞蛋豆腐啦 對 好 我們現在來把它燒 燒入味一下 好 一邊燒 它會慢慢的汁會收掉 是 這個時候我們把蒜子加下來 什麼叫蒜子跟蒜蓉啊 蒜蓉就是切碎的對不對 好 蒜蓉就是整顆的 可是它本來叫做蒜頭 炸過之後它就會變成蒜子 這個是我們的對它的稱呼 而且我看那個顏色它是炸 但是沒有炸很久了 對 沒有乾掉裡面還有蒜子 把它炸到金黃色啦 給我們看 有沒有聞到 炸過的味道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陳豆腐很香啦 有沒有 好 這個上面把我們的蒜 也把它加下來 這個在家裡做蒜子的時候 記得薄媽媽的 千萬不能把它炸的雞都沒有啦 一定要還有蒜雞在裡面啦 對 沒錯 這樣第二次入鍋的 下鍋的時候 這個汁還會再烤出來 就可以增加我們味道啦 對 好 來 我們要做簡單的調味 因為我們的蝦醬 它屬於很鹹的味道 很鹹啊 對 所以我們要加入一點糖 來給它做融合 它的味道也很重 沒錯 來 加一點糖 我們加一點糖來把它融合一下 這個糖一定要是加的對不對 對 不然有些人可能會怕那個味道啦 太重了喔 是的 好 來 這個時候我們加點老蔥 讓它增色一點點喔 老醬油 對 上色啦 阿龐很聰明耶 什麼老蔥跟生蔥 馬上就分辨出來了 上去你教過我啦 厲害... 好 最後起關前呢 我們要把韭菜來 把它放進來了 好 撒一點韭菜 來 把韭菜放進來 一起燒喔 顏色就很漂亮啦 不然只有那個黃黃的 豆腐也是黃的 對 沒錯 燒肉也是黃的 看起來顏色就不太好看了 好的廚師就促造了色香味對不對 顏色也是很重要的意義 好 要不然我們把它燒出 湯的醬汁快要沒有的時候 來 我們加點泰白粉水 泰白粉 來 稍微給它勾芡一下喔 一點點就好啦 加粥汁喔 用翻動的米 翻炒的方機 慢慢的給它倒下去啦 這個泰白粉啦 然後最後下去的時候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我們的這個蝦醬等等的 來 最後會整個果腹在上面了 好 再聞聞看 剛才的蝦醬跟現在的蝦醬 不一樣 不一樣了 剛才的蝦醬很刺鼻 對 味道很重 但是現在很柔和 而且還有這個蒜的香味對不對 對 沒錯 來 然後我們再放到熱熱的 砂鍋裡面來 你看看 有沒有 你看看 有... 整個味道 整個香味都上癌了 這就是所謂的老菜的魅力 好 電視機前面的婆媽們 香不香啊 全家都香起來了 最上最代表性的這個叫做 大馬戰堡 大馬戰堡馬上上午餐了 金黃色的燒肉 吸附著蝦膏和蒜香的湯汁 讓人嘴裡有肉 肉中有汁 再來一口香酥豆腐跟韭菜 難怪白飯會一碗接一碗 變成大飯桶囉